过去十多年来 我在大自然当中录音 一方面被自然天类所感动 一方面也感叹 我们是身处在充满着飞机声 以及各种人为声音的世界里 因此当一平方英寸的 极尽这本书出现时 我才发现原来保护荒野的天类 就跟保护荒野中的动植物一样重要 作者Gordon Hampton 他是一位记录环境声音的录音师 二十多年来他在野地工作的经验 让他发现 就算是在最偏远的原始森林中 都无法避免人类的噪音 于是他决定在美国 奥林匹克国家公园的 霍荷雨林中 找一个充满象征性的方寸之地 在那里他决定为荒野的寂静而努力 而他所定义的寂静 却是万物都存在的自然状态 自然状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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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然状态